燕慈 王之幻 长堤春水绿悠悠 犬入张河一道流 莫听声声催去照 桃兮浅处不生粥 长堤微矣水色毕明 东风鼓翻 桃花竹波 这首写于宴席上的七绝所展示的 不正是一幅色调清丽明快的水彩画吗? 然而 它的主题却是离愁 春天万象复苏 生机盎然 可是诗人看到的却是 必长的河水悠悠地流去了 诗人从首句起就试着撩拨 读者联想的心弦 一个绿字点名春水特色 也暗示了诗人一片惜别深情 次句 卷入张河一道流 诗人扩大视野 欲情于景 以景抒情 仍以春景唤起人们的联想 你看 那夹着田母的涓涓取水 宛如一条细长的飘带 缓缓汇入张河 一起向远方流去 一望无际的碧野 显得多么柔和协调 然而眼前美景 却激起诗人的无限忧思 春水又能跟张河一道流 而诗人却不能与友人同往 该是何等遗憾 想到好景不长 圣言难在 一缕缕愁思 油然而起 由于疑情的作用 读者不由自主地 和诗人的心绪贴近了 三四句 诗人一下子从视觉 转到听觉和想象上 尽管天仇祝恨的噪声 紧紧催促 还是不要去理睬它吧 要不然 越来越多的离仇别恨 一起载到船上 船儿就会渐渐过重 就怕这桃花溪太浅 再不动这满船的离仇啊 诗人以莫清这样 劝慰的口吻 将许多难以言传的情感 蕴含于内 情智委婉动人 诗中以稀浅 反衬离仇之身 以桃花随溪水漂流的景色 觊遇诗人的伤感 因此 通篇没有一个仇字 读者却已通过 诗中描绘的画面 充分领略诗人的满腹仇绪了 这首匠心读运的小诗 含蓄运界 诗人从看到的听到的 最终写到想到的 不直接由字面诉说离仇 读之却自然知其言愁 一净深邃 启笛人思 耐人玩味 本文作者 晚心斌 朗读 白云出秀 诗人